要做起来非常快速 因为现在的Google的试算表 Google表单 它提供了一个蛮好的功能 就是你只要把一些你需要的栏位填上去 比如说我一个问卷的名称 然后里面的可能副标题 然后几个项目我就把它做好了 其实这个花不了几分钟 做完之后 那我这边有一个什么 查看即时表单 就弹出了 那这个连结其实就是给各位的 那因为这个连结很长嘛 所以你可以用Google.go的这个服务 把它贴上了 这个服务的话 不过它先登录 你把它贴上之后 就可以有个短网址 像这个网址 就会有个QR Code 短网址 那另外的话 它还会让我知道说 今天比如说点击次数 而且它还可以分析 就是说 所有时间跟一个月 一周 一天几个小时内 所以有的时候 我想要知道 某一个连结 它到底点击的情况如何 那我可以用这个来做 比如说 也像我上课会给一个 那个连结 就是给学生的云端白板 就是类似像这个 那我想知道 学生的用功程度的话 其实我按下这个 也可以知道说 到底学生什么时间 会来点击 那它有点击的话 等于它有来 等于是有复习 如果没点击 等于没复习 所以我大概 所以如果你将来想要知道 有一些统计资料 我觉得这部分 导致还蛮好的策略 另外它除了说 告诉你 一些browser 就是浏览器用什么的 大部分同学 20个 15个用IE 不过将来我蛮建议 你知道如果 你不太习惯用 Google浏览器 我还比较建议 因为你用Google浏览器 比较没有相容性问题 但你用IE 有的时候就怪怪的 你用Google的服务的话 就会出一些 奇奇怪怪的状况 那另外用什么 像就是Window 没有用iPhone iPad Android 它也会列出来 另外呢 这个国家也会列出来 很妙的 我有些连结 我就把它做了 然后呢 给网路上有人使用 我发现甚至有 那个很小的国家 我都不知道在哪里的 它也有点击 后来我就查了一个 好像是一个很小的 一个中南美国家 跟我们有邦交的 我在讲是不是 那个外交人员 闲来没事 就会看一下我的影片 我觉得这可能性很大 因为中南美 他们也听不懂我们的话 所以其实 其实借由这些资料 你也可以大概知道一下 因为QR Code 我觉得蛮方便的 那再来的话 就是说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的统计结果 因为你这个已经出来了 你们填了资料 那填完资料之后都按提交 那我会收到 那以往你要做这些事情 其实必须要写程式 要写什么PHP ASP那些 就是一些动态网页的东西 现在都不用了 而且以前它什么资料库 现在也不用了 现在都帮你存在哪里 存在它的这个 查看回应这边 它等于是弹出之后 会帮我们把资料 资料以前是放资料库 但是Google很厉害 如果有一点就是它把资料放在你的试算表里面 它等于是说拿Google的试算表 当成是你的云端资料库 这个导师还蛮棒的 当然你会想说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 用到现在为止也没什么问题啊 那资料量可不可以放很大 我用了非常多的资料 好像也没什么出什么问题 那它的好处是什么 你又不用架Server了 你也不用架Database了 等于是略过了 所以慢慢有人思考说 那我们干嘛用资料库 所以有些东西慢慢 不太喜欢用资料库了 OK 那如果你不用资料库 要解决 解决问题的话 其实也没有问题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各位的那个统计资料 不过第一个你可能要伤脑筋 那怎么看 老师我觉得Google还蛮贴心的 它这边有一个那个在这里面的资料 如果你要看到里面的结果的话 它有一个就是 可以让你从资料里面 看到里面的那个分析结果 它有一个就是 就是什么呢 那个表单里面有个叫什么 显示回复内容摘要 因为以前一般当然 你几个策略嘛 你有资料了 接下来怎么办 要怎么样看到图表 因为如果没有个图表 感觉好像不太清楚 到底我们这个班的程度落在哪里 到底是高阶的多呢 还是进阶还是入门的多 这是我最想知道的 因为如果我抓不到 那个你们的程度的话 常常是 我以为你们程度很好 结果是讲了很多 但是你们会消化不良 所以怎么办呢 我们来看一下 显示回应 那有几个策略 要不就是说你把它变成Excel 所以如果说你今天呢 要把这个资料怎么样 变成Excel 可不可以 档案里面它有一个那个下载格式 下载格式里面呢 我觉得我蛮常用的 就是说你们有资料放上去之后 我先把它怎么样 下载成一个Excel档 因为下载成Excel档 你就可以做后续处理了 应该没问题啦 反正你如果 在云端上的东西 档下来变Excel 我想后续 你想要做一点点结果 当然就是花的时间多管 至于后续处理应该没问题 或者是说 比较常用的 像用CSV 或者用HTML 等等这些格式 但如果说 你想要快速的看到结果的话 在表单里面有个什么 显示回应栽要内容 按下去之后 它会弹出 那因为弹出里面会有你们名字 有个资法的问题 所以我先把它遮起来 那弹出之后的话呢 上面会有你们名字 所以我先把它遮起来了 所以避免掉那个 叫做个资的问题 OK 好那马上就可以看到一个结果了 当然这些东西你也可以用 那个Excel来处理啦 不过在Excel里面 你要处理这些东西的话 可能要花一点功夫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这个班的基本 程度大概落在哪里 看到之后 就大部分是这个 那我就 有点头痛 OK 因为大部分同学 如果程度都是在入门的话 恐怕要讲一些比较深的东西 会有一点点困难性 所以没有我就把步调 稍微放慢一点点 讲的详细一点点 各位不要有压力 千万不要觉得难 也不要觉得想要放弃 其实这东西对各位将来的工作 绝对都有帮助 你就把它当成听故事 在底下 你就很开心的做一天 心情放轻松 但这东西讲到当然不可能轻松 不过你尽可能放 Relays一下 OK 那这边的话呢 有两个同学 是比较高阶 那这怎么办呢 你如果是入门的 你就尽可能 Ctrl C Ctrl V 应该没问题 那没关系你就做做看 至于细节部分 如果你有点跟不太上没关系 我会把影片录下来 你就再回头多看个几遍 应该就没有问题了 OK 如果至于你是比较高阶的话 那你就有一些其他Sample 你也可以先Run一下 有问题的话 你也可以提出来 我们可以直接讨论 这样也没关系 还有呢 如果高阶有些 你可以Google我其他的东西 如果你有需要的东西 你也可以提出来问 我们可以讨论一下 再来的话呢 最想要学习的 这个以课程 以哪个部分为主 那我们再挑 大概前三 前五左右 第一个 开放资料的取得与应用 这个 好像最多人想要知道这些 因为我今天是有准备的一个 像目前最热门的 就是开放资料里面 下载最多 政府的资料 就是那个实价登录 就是那个 房屋的那个成交的那个 成交的那个金额 那这个部分的话 我有举个例子 也在我们的范例党里面 如果有兴趣同学可以先看过 这个是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是一些基本的概念 所以这个第二个 第三个的话呢 这个分析工具 反而大家对这个分析工具 可能反而对其他的那个 可能需要写点程式东西 反而会比较有点畏惧 那再来的话就是 快速下载资料 这个我有准备个 还有VBA的自动化 OK 那大家对比较没有兴趣 大概就是在比较的部分 OK 好 那所以我们重点 大概摆在前面 大家最想要学习的 那为什么来上这门课 大部分同学呢 都是自我成长 那扫部分是因为业务刚好需要了 OK 那其他大概就这样 好 那这个是第一阶段 我们已经知道说 有这些应用 不过这些资料 做完之后 第一个就是 他可以快速帮我讲 那但是如果说 你想要自己去做 其他的制定分析的话 你也可以下载下来 那这个部分 刚好就有同学问了 因为我之前在其他单位 有帮忙讲了这些 然后教他们怎么做一些图表 像那个单选的部分是OK的 可是有同学呢 就问了一个问题 还不错 因为像这里面 有关那个 希望上课与哪分为主 是一个复选题 那这个复选题 各位有发现吗 这里面 就是在这个选项 一个储存格里面 他不止放一个项目 那时候他就很头痛 就说老师可是这样 我怎么办 我如果要统计的话 我势必先把它切割开来 独立放在一个地方 再做统计 哪个多哪个少 那在Excel里面 怎么把这些东西做出来 他就想要知道 因为如果他没有 比较好的方式的话 他变成怎么样 他必须要手动来 手动来的话就是什么 你要必须一个一个把它切割开来 一个个把它切割开来 当然在Excel里面 有一个资料剖析的功能 不过剖析之后的话 变有的多有的少 这也不对啊 它是我们是需要怎么样 最好是可以 切割开来之后 帮我放在另外一个独立一栏 把那一栏的资料 一个一个把它填上去 切割开来就填上去 填上去之后的话呢 告诉我哪一个统计的数字 个为多少 就有点类似像刚刚看到的这个结果 就是说我们可以有一个回应的摘要内容 这个当然因为同学有提到 我觉得这个部分呢 也可以给各位参考怎么做 所以在我们的范例里面 有提到这个范例题 那这个后面 我们等一下来看 那接下来就是下面第二个 就是有关那个 我们的相关的资料 我会把它放在那个云端 那所以这个连结 当然你从那个 这个浏览器上面输入 go.gl 记得那个dlo都大写 然后那个后面的也都大写 那输入完之后的话呢 这边有讲义 所以一些我今天的讲义在这上面 如果各位有需要的话 可以自己再看 那另外的话呢 有关的范例档 你等一下请各位 帮我把它下载下来 那下载范例档的方式 非常简单 因为有些同学对于那个云端还不太熟 我先点它一下 上面记得 你不用再点进去了 这上面有个箭头 点这个箭头 就可以把这个压缩档下载下来 那请各位 等一下帮我把这个范例档 大概891k 把它下载下来之后呢 旁边有个箭头 在资料杂中显示 或者你点开来 然后呢 我的习惯是这样 就是把这个压缩档打开 再拉到桌面上 因为它是一个压缩档 我们直接可以解出来 那这里面的话呢 就有我们后面要讲的这一些相关的范例档 包含 各位比较有兴趣的像什么 那个 实价登录 这个就开放资料 那我是已经把它下载下来 一个整理 先整理出一个大概的样子 那请各位先把这个先下载下来 那刚刚讲的那个 有关Google表单里面的资料 其实就是 这个我把它稍微整理成一个范例 那这个问题非常简单 但你如果不会 做资料切割的话 你就变成说 你需要花很多时间 那这个是我之前在那个 新北市的那个地震局 他们也类似 就是 他是希望把什么 行业与使用需求 这边也是一样 就是 他这边就是希望把它切割 一个斗点 切割一个资料 就把它放在这边 那 跟这样 应该是 应该是这一栏 应该是这一栏 第一栏 第一栏的资料 我希望把它切割 放在这边 这个有 123 所以123 那这个有四个 就要往下 那如果说我今天的需求 我是希望 可以把 这边的资料 它里面是复选的 我希望把它做切割 切割之后的话 放在这边 那能够做到什么呢 当然将来你可以做一些统计 统计之后的话 可以把图表做出来 那统计的结果这些 你可以比数 我希望统计出 比如说填完资料的比数 最后呢 也可以做出一个图表 这边当然你可以做两个按钮 如果可以都按下去 来自动帮你统计完 自动帮你显示出图表 感觉是比较好的 OK 这里的话请各位先试试看 画面先还给各位 第一个就是先从 我的云端上面 下载范例档 第二个就是 可以先看一下 我们等一下讲的 如果说第一个 你要从云端上面 做一点 已经抓到一些资料了 那你要把它下载下来 你可以用 Google的 试算表里面 有一个下载成 Excel的这个方式 那当然再做后续处理 那后续处理的话 那也是一些 比较可能会遇到的状况 我们可以做一些分享